怎么区分各个文本不同的结构 诗篇诗歌呢 有诗歌的它的题材的特征 比如说押韵什么的 虽然我们现在可能没学西伯来文 或者希腊文 它有一些这个词尾或者单词 它那个文字游戏 比如说诗篇里说 耶和华我的主啊 然后过一个段落 耶和华我的主啊 耶和华我的主 诸天啊 穷仓啊等等 这明显是有这个有规律的 对不对 所以诗歌题材或者说不同题材 你发现它语言的规律 里面有一些作者刻意埋下的一些记号 比如说创世纪里面 也有这个划分结构的记号 就是什么什么的家谱记在下面 亚当的家谱 实际上这是就是什么 有的时候翻译什么什么的年代 什么什么的家谱 把创世纪划分成不同的结构 注意呗 比如说罗马书里面划分结构的时候 有的时候有一些廉词 所以弟兄们 那明显这个是段落之间有关系的 所以根据不同的文本 它的文学题材 它的语言法则 去留意作者如何去断开不同的结构的 你有 peu意识我 如果有请人看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